下雨天 現在下雨天沒有陽光 但是那個風力發電還會走 葉片隨風旋轉 下方還有太陽能板 這是風光互補路燈 靠風電太陽能就能自體供電 淡水中療社區早已行之有年 我們有那個需求 我們晚上這裡沒有電 所以有那個需求 社區位在淡水 每到冬季刮起東北風 即便沒有陽光 風力發電也能派上用場 一支路燈架設成本二十萬 儘管聽起來有點昂貴 但其實十年就能回本 整個社區面積只有三平方公里 但裡頭兩百多戶人家 都裝上太陽能 風力發電設備 成了名副其實的綠能住家 實際來到淡水中療社區 像我身旁這樣的太陽能板 在社區的住家頂樓都有裝設 而這樣的綠能發電 約每個小時可以多提供 十六千瓦的電力 社區內放眼望去 共有十一座發電站 一年能產一千萬度電 住戶很聰明 早就跟台電簽下頓售契約 一座發電站 一個月平均靠賣電 能賺一萬元 算一算整個社區 一年至少進帳一百三十萬 賣電收益成了社區基金 統統回饋在住戶上 社區更打算明後年開始動工 投入水力發電設備 目標二零二五年 要成為全綠能住宅 靜新聞 目標值得多 大臣